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本当神父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从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 我们听到耶稣往耶利哥去 他遇到了一位学务长 学务长很渴望看到耶稣 学务长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 他很有钱 他也很有权威 可是他为什么还在那么渴望 想看到耶稣 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 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位 我们有多少钱 这个一定我们还是需要建筑 我们不会说因为我是校长 因为我是议员 或因为我是谁或谁 所以我去教堂 教堂是给穷人去的 教堂是给没有读书的人去的 不是 我们需要建筑 因为是建筑给我们智慧 好好的把我们的责任 好好的把我们的任务做完 这个智慧只来自天主 没有来自这个世界 这个今天的税务长在告诉我们 不管你有什么地位 不管你有多少钱 我们还是需要建筑 所以我们会看 在他周围的人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税务员 税务长 一个贪污的人 一个很坏的人 可是建筑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迷失的羔羊 建筑就跟他说 今天就恩到你家 他本来渴望看到建筑 可是他一爬上树 是耶稣自己先看到他 是耶稣先跟他讲话 说你下来 我要跟你吃饭 我要住在你的家里 那学务员就做什么 他说如果我得罪了一个人 我要缓 我要缓他 那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 在我们在听的 或在看我们今天的 让我们 现在可以拿笔跟一张纸 坐下来想一想 看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得罪了谁 先我们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 我们得罪了谁 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坏事 我们对他们 欺负了什么 欺负了他们 我们写下来 如果我们写下来以后 那我们要放心 我们怎么去安慰他们 我们怎么还他们 我们所拿走的一切 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 不是犯罪就说算了 过了 不是 我们必须要缓 我们所做的不好 我们需要去安慰这些人 这个非常重要 耶稣在告诉我们 他来的目标 是来找迷路的羊 迷失的羊 没有在羊场里面的羊 兄弟姐妹 你是在哪里 在里面还是外面 不管你在里面还是外面 耶稣来 是为了你 我们都是罪人 让我们诚心跟天主悔改 救他的仁慈 使我们能够好好的 用这个世界的一切 去侍奉天主 因为不要用天主 来侍奉这个世界 常常我们的错误是这样 用天主的名 说我们是基督徒 可是呢 我们过这个世界的生活 而已 我们都不祈祷 我们都不进堂 我们都不做什么 可是说我是校长 我是议员 可是我是基督徒 可是永远不进堂 我们要用我们的校长的位置 来把建主的爱 给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老师们 我们要用我们的议员的 这个位置 来把建主的爱 给我们的社区 给我们的国家 愿建主降福我们 这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活出 他的喜乐的福音 他的爱的福音 这样 我们所得罪的人 让我们反省 去好好的 跟他们救关戍 愿建主降福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